我想一个故事就是我老家 我老家有个地方 有个地方 这里边的 这个小区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 想找个保安 找个保安 40以下 行效好气之家 什么 身高1米75以上 身高1米75以上 必须什么 相对来说行效好一点 不是有你打说 不要有你打说 就是看起来精神概念 精神概念 就想找个精神小伙 一切工作12个小时 早上7点到晚上7点 早上7点到晚上7点 一个月什么 3500块钱 一个月3500块钱 我说 我有时候想问那些招聘的人 我有时候想问那些招聘的人 你想又一个 你想 你想什么 你想啥呢 行向好气之家 又概念的 1705以上的帅哥 缺那缺你那 缺你那一个月 3500块钱的工资 好像什么 好像 我给你一个 一个月3500块钱 是给你的施舍 我是给了你多大的恩德 就是我 我是看到这样的招聘 其实我感觉特别搞笑 就感觉特别搞笑 就是有些 有些什么招聘的待位的人 没没什么脑子 没什么脑子 这需要有些有些公司招前台一样 招前台还以为还以为招在招什么 招搞台小姐 是不是 人家就 就像人家搞台人家那皮价的 皮价什么 皮价就像第一美女 第二美女排序一样 有些招聘 企业就是 给前台 两千五三千的工资 然后想找个特别 行向好气之家 又 又带人见物比较成熟的 你这想啥呢 你这想啥呢 人家这些漂亮的人缺你那三千五千 三千来块钱的工资吗 就有太多时候 我看了一些招聘广告 我有时候看了一些招聘提示 看了一些招聘内容 我就知道这个这个体企业真的相对的说 相对的说 里面的人物是什么样了 相对的说 里面的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份好相对的说好的工作 就尽量去那些老板 老板 什么说 老板和周围环境 学历相对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你会发现 相对来说 学历高的环境 没那么多屁事 真的 越是 真的 越是你会发现 一个公司里边 大部分都 学历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 你会发现 大家都 没那么多破事 越是相对来说 学历比较低的 工作环境 越是屁事多 越是 什么牛神马面 都有 妙小妖风大 真的妙小妖风大 就我啊 我过去在北京的时候 我的领导是一个 博士后 我的领导是一个博士后 他相对来说 我们公司的工作氛围 是特别好的 相对来说 我们公司的工作氛围 是特别好的 氛围不好的是什么 是有时候 我们公司 他因为是个私企 他的亲戚 亲戚太多了 一个公司里边 亲戚太多了 领导者 有时候 管理者 我们的领导 有时候 对于 他的亲戚朋友 很难管束 就对大家的情绪 有特别高的影响 所以他 大家有时候 工作的时候 干得不透快 大家有时候 工作的时候 干得不透快 但是什么 没有人说 这个公司不好的 工作的富为 大家都喜欢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一个原因 大部分离职 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妙小妖风 很多时候什么 是因为 因为裘带的关系 同一个事 同样犯出 同样的错 你可能被骂 但是什么 公司领导的亲戚朋友 他们 没什么事 一笑而过了 对吧 就是有 就是在现实生活里边 你有错什么 看到一些工作岗位的 要求以后 你就看特别感觉搞笑 就我开头说 想要超一个保安 三千五百块钱 还要什么概念 什么 行销好气自家 还要一米七五以上 你要搞清楚 人家那些概念的人 缺你这份工作吗 缺你这份工作吗 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早七点到白七点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公司不管吃 不管住 不管吃 中午管一顿饭 不管住 就有太多时候 很多工作岗位 我们一看 就知道这个工作岗位 是要招什么样的人 要招什么样的人 有太多时候 有太多时候 你从一个公司的什么 一些工作岗位 工作实际情况来看 你大起上 你大起上 能看出这个公司的 一些基本的水平来 你去了 能不能有潮筑的发展 就很容易得出来 所以太多时候 有太多时候 我们找一些工作的时候 尽量 找一些工作 尽量 不要去什么 不要去 试图 说是在一个小小的 什么小的环境里边 你能有什么大的发展 宁愿不工作 也不要去 把自己放在一个小鱼桃里咬 宁愿不工作 也不要去把自己 放在一个小鱼桃里咬 就是有太多时候 有些毕业 有些毕业应届生 有些毕业应届生 一毕业以后 一毕业以后 说先要活自己 结果你会发现 你的第一份工作 很大的概率 决定了 未来你的 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向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 对号入座 不信你可以去 自己对号入座 有些工作岗位 有太多的工作岗位 或者有太多的 好业 或者太多的专业 只是看起来火热的 只是看起来火热的 毕业以后 大部分 大部分 如果说你在你的本专业内 你不是一个特别专有的 专业的人才 在本专业 你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人才 你会发现 你最终的发展方向 就是什么 缺财 最终发展的方向 就是缺财 会做PPT 会要野角 会跟什么 别人什么 打交道 还得会受理 还得会受理 因为你要 做项目 做项目就要 就要会酒桌文化 做项目就要会酒桌文化 就要会受理 同时你回了公司以后 很多 还得什么 稍微会点画 会点设计 会点项目方面的 东西 所以最后发现 中国的大部分人 慢慢慢慢发展 都变成了缺财 几乎在中国大部分的人 慢慢慢慢都变成了缺财 很多方面都 慢慢慢慢都设计 这才是什么 不要总认为 你的专业会 专业 你的专业会成为什么 成为你以后的人生 不会 在中国是一个 缴人情事故的社会里边 除非你的专业 你的什么 你的学历特别牛逼 你的专业是特别稀缺的 你的专业能力 是特别稀缺的 牛逼到 缺了你 公司就倒闭了 牛逼到 缺了你 你公司就 又行不下去了 缺了你 公司就倒闭了 你就可以 专系的去 专业 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 都是给别人打下手的 大部分人 都是给别人打下手的 所以大部分人成了 我从什么 我从很多公司招聘的信息里边了解到 好大一批人未来都要成为绝才 但是相对的时候你的工资不会特别高 你既要会干这个又要会干那个 还得还得在人体事故上稍微赌一点 最后大家都变成了 半途 半途子画到的什么 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 这是特别悲剧的 最终 你会发现 任何人最终都会慢慢慢慢变成行政人员 从专业人员变成行政人员 变成精通人情事故上的人员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 人一过了35以后 慢慢慢慢很多人都发福了 一看就知道什么 在酒桌上是特别厉害的人 想一想